一回到台灣25號上午 陳時中就馬不停蹄 向總統蔡英文匯報成果 也向媒體自評表現 陳時中說應該超過90分 但這個高分自評外界又怎麼看 比起往年的分數只有60分和80分 看來陳時中對今年表現 滿意又有自信 但大家真的有感嗎 陳時中的行程也自拍影片記錄 不過這一次卻發生小插曲 可以看到每一段影片中 陳時中左手都有戴亮晶晶的勞力士手錶 但到了離開瑞士前一天 左手上的手錶消失了 根據陳時中對媒體的說法 疑似是在瑞士大街上 遭到偽裝成觀光客的中東男子竊取 您的電話將轉接到 雲音信箱多生後開始計費 之前陳時中求證 至架錢都沒有連續上 陳時中說這勞力士是岳父40年前送他的 今年價值十足 只不過到了日內瓦 忙著開會 怎麼會有機會弄丟手錶 也讓人不解 如果說都是開會的話 那應該會有很多隨行人員 應該會有很多正式的接送的安排 那怎麼會他會落單 還是他是在什麼情況下手錶被偷 是不是有認真開會 我想陳時中應該要面對外界的疑問 陳時中帶回什麼進展有幾分 就看各方標準 但丟了手錶以及自打超高分 這兩件事情恐怕是大家對他此行的為二一項 記者陳時分時間方特別報導